成榮和水彩画展是从5月7号其实就开始展了 一直展到7月28号 那这个水彩画展呢 其实我希望能够达到的就是说 能够宣传我们台湾 当然也宣传我父亲的成榮和的画作 那因为呢成榮的画作 他家父的画作呢 他有很多就是介绍台湾各地的风景 因为他是画片全台湾 所以呢各地的风景他都有 然后呢也有介绍到当地 因为有一些文字的介绍 有当地的历史从以前到现在 一些新衰 就是说新衰石啊这些的 那可以就是说让来看的人呢 除了看到美丽的画作 也看到台湾的风景 然后也看到 也可以了解台湾的历史 还有台湾的美术史 这些就是我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 我希望呢能够多一点人 来了解我们台湾的 不管是风景啊文化啊艺术啊还有历史 而且呢那边有一段影片 也可以讲到我们台湾水彩化的由来 那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 甚至就是说我们在地的 在我们这边的台湾人 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都并不是很清楚 我们台湾水彩化的由来 那我也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今天是我们会计 faz 我访识